我会自己按门铃 自己听 自己冒失了 自己凋零 在外面听到周深的歌曲时 你会想到什么? 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一句话 那就是 周深又发新歌了 不错 劳模周深常年无休 新歌接踵而至 据有关统计 周深今年已经发布了23首新歌 不少网友纷纷感叹 红了真好 事实就是如此 周深这半年新歌的数量远超之前一年新歌的数量 但这份令人骄傲的成绩的背后 离不开周深的坚持与努力 靠着实力一步步让更多的人认识他并关注他 近期腾讯音乐游泥榜 通过统计全网听歌用户数据 包括QQ音乐 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 全民K歌 辉博音乐五大平台 制作了一份年终盘点 回顾2021年上半年歌曲热度以及歌手成绩 作为炙手可热的实力歌手周深 自然也在其中 这个榜单共有四个部分 分别为上榜回顾 最佳表现歌曲 最佳表现歌手和用户偏爱歌曲 第一部分 上榜回顾 所谓上榜回顾就是总结这半年在腾讯音乐游泥榜上的歌曲 重点介绍了首次夺冠歌曲和上半年达成的榜单新记录 周深凭借电影主题曲《悬崖之上》和电视剧主题曲《简》 刷新了影视歌曲综合得分新记录 第二部分 最佳表现歌曲 这一部分又细分了很多小的领域 包括上半年热门歌曲 数字专辑 流派歌曲和多领域歌曲 在上半年热门歌曲MV中 可以看到周深的《悬崖之上》 简 要一起颇受关注 拿下第二 第七和第十的好成绩 在流派歌曲《国风领域》中 周深的简 拔得头筹 要一起 明月传说接力上榜 最后是多领域歌曲 周深的《悬崖之上》 《国际歌》《归处》等电影OST遥遥领先 在聚集OST十首歌曲中 周深一人占据着六个位置 其中简 决恋 繁星璀璨的天空 小舍得 更是连续top前四 交换要一起 则分数相差无几 周深的无所畏惧 则取得游戏音乐第二的好成绩 第三部分 最佳表现歌曲 周深凭借十四首歌曲 46次占据top20 单曲最高排名第一 单曲最高得分96.26 获得最佳表现歌手 第四部分 用户偏爱歌曲 可以看到周深的悬崖之上 颇受女性听众的喜爱 而简 小舍得则收获了大量男性听众的喜爱 这份榜单既反映了周深上半年的成绩 也透露出许多问题 首先 周深是唯一一位凭借众多OST歌曲上榜 并且取得好成绩的第一人 这不仅是从发歌数量上坐实了周深OST大魔王的称号 更是从实力与受欢迎度上坐实了这个称号 其次 是周深听众的分布情况 根据榜单可以发现 周深的歌曲可能更受男性听众的喜爱 男性听众的比例略大于女性听众 这也就说明了周深在男女听众人群中 都是比较受欢迎的 在年龄分布情况上 周深可谓是各个年龄层都颇受关注 尤其是19岁到40岁这三个年龄层 总而言之 这份榜单让我们从数据上再次见识到 周深OST大魔王的影响力 期待周深未来可以演唱更多的歌曲 继续为OST事业的发展天砖天瓦